澳门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不仅仅因为它有现代的旅游设施 更因为它有自己的文化底蕴 我们说中普经贸服务平台 也是因为一个历史的原因 所以无论是中心还是平台 换穿其中的都是文化 文化才是其中的灵魂 所以我认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 澳门其实最有价值的 最能发挥作用的 最核心的就是文化 我们以前强调更多的是西学东建 也往往忽视了一点 当年西方传教师为什么要来中国 因为当时中国是个文明富裕的国家 他们是牧民而来的 他认为中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 包括我们的制度 他们都很像我 所以他们向西方翻译传播了很多中国的知识 推广了中国的文化 澳门是中华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一个典范 真正能做到不同而合不动 还能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不仅各媒其媒 还有媒媒与共 那么这种厚重的历史沉淀 您觉得对于澳门来说 我们如何讲好澳门故事 或者是乃至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 会具有怎样的一些现实意义 我认为澳门最能发挥的是文化 这是澳门所长又是国家所学 我们认为一国两世本身是很好的故事 它不仅仅是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的这种心形态 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统一性 创新性 包容性 和平性的最佳演义 所以我一直认为 讲好澳门的故事 一定要从文化做上 讲好一国两制的故事 也可以从文化去讲 近段时间以来 其实澳门在推广文化方面 也是持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您觉得接下来我们还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来更好地推广澳门文化 澳门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 它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华语体系 这套华语体系是一种 中国观点跟西方视野相结合 西方叙事跟中国叙事相融合 用我们澳门这个华语体系 像非洲 特别是普遗国家 来讲澳门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成功 讲香港的成功也一样 我想它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